- 用點心做點心自己動手最開心 歡迎收看今天用點心做點心 我是主持人瑋瑜 還記不記得上一次 我們有教大家 把冰箱裡面的豐糖漿拿出來 它可以做成非常美味的蛋糕 今天我們更進階 連你早餐吃的花生醬 它也可以變成非常美味的點心 但是要怎麼樣來變化呢 就邀請這位要幫我們變魔術的點心老師 歡迎的是傑銘老師 嗨瑋瑜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花生醬不過就是抹麵包 或是不怕胖一點的小朋友直接挖來吃 它可以做點心 可以 而且其實是在美國 他們非常受歡迎 就像瑋瑜講的 從小美國的小朋友都很喜歡吃 就是花生醬加上果醬的吐司麵包 對 那花生醬其實他們是從小吃到大 連蔬菜棒都可以沾花生醬 芹菜啊 沾花生醬非常好吃 難怪北國人就那個熱量這麼高 對 它其實就是 它其實很香 像這樣子的東西其實在台灣比較少看到 因為台灣好像比較少會把花生醬 直接這個東西拿來當成最主要的食材 來做一些東西 本身的味道其實已經很重了耶 所以要怎麼樣讓它在甜點裡面 可以恰如其分 扮演那個角色 但是又不會太過的搶味 其實是要設計過對不對 是 然後可以加一些特別的食材 就是這次有設計一下 對 哇 好期待喔 而且我們今天要把它做成是餅乾的 沒錯 點心對不對 趕快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要教大家做的 花生醬鹽味餅乾 到底要用到哪一些材料囉 鹽味花生醬餅乾 食材有 無鹽奶油 二分之一杯 花生醬 二分之一杯 砂糖 四分之一杯 二砂糖 二分之一杯 雞蛋 一顆 鹽花 二分之一小匙 小蘇打粉 二分之一小匙 鹽味花生粒 三分之一杯 低筋麵粉 一杯 現在在我手上的就是那個非常濃稠 讓人又愛又恨的花生醬 因為它熱量真的非常的高 可是它又非常的好吃 但是如果我們要做成甜點的話 老師 我們應該是要用 有顆粒的 沒顆粒的 鹹味的 還是要用什麼奶油味的 到底要用哪一種 這個問題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要用沒有顆粒的花生醬 然後要用有甜味的 不要用沒有甜味的花生醬 對 不要擔心 就是不要擔心說 就是你為了要減糖 然後你選擇沒有甜味的花生醬 因為那樣子的花生就是 在這個配方裡面的 花生香氣它會出不來 因為我們已經把糖量就是有減低了 那花生醬我們選擇有糖的 是因為它在製作的過程當中 然後在壓榨的時候 它連糖分都一直進去的話 就是它的花生吃起來會比較柔順 會有差別 有差別 就是比較柔順 那無糖的你會攪拌起來的話 它會比較乾 所以在這個餅乾上面的話 濕潤度是來自於就是 這樣子的花生醬 然後是有甜味的 不要有顆粒的 不要有顆粒的 因為顆粒等一下我們自己加 對 我們自己加顆粒進去 所以另外你看到材料這邊 還有一個花生粒 而且是要用有鹹味的 真的假的 就是你買的時候 就在雜貨店或是南北雜貨店 其實你可以買得到是 花生一粒一粒的 然後它還有鹽巴在上面 你說就是爸爸喝啤酒 對… 炸酒的這個鹹味花生 鹹味花生 為什麼要又有鹹味 因為今天就是特別要把花生的 就是香氣給提升出來 那餅乾相信大家都 比較常吃到的都是巧克力 還是那些燕麥 比較普通的餅乾 大家都很會做這樣子 那這次的話就是希望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 鹽的部分 怎麼樣子讓花生 就是像剛剛瑋瑜講的 不要那麼地死鹹 但是它又可以在甜點上面 讓大家吃了會覺得很舒服 要有很特色 那老師…不是都說 做點鹹要舉例反散嗎 所以我可以用那個 譬如說現在花生口味很多 可以用什麼 芥末芥芥末味的 還是蒜味的 還是那種花椒味的 花椒的話我覺得非常適合 花椒可以喔 花椒的我覺得非常適合 我亂講的 我真的是亂講的 就舉例反散 那些學生就會非常地好 所以真的還可以喔 可以 但是蒜味的 或是芥末芥口味的話 就可能比較不這麼適合 因為重點是鹽巴的部分 對 那像花椒的話 本身它跟花生是非常地搭 芭蕉 丁香這些都是 是 所以也不要太怪了 好 我們從最那個 就是平衡 最平衡的味道 開始讓它去呈現 那其他的材料 其實都還滿容易找到的 只是有一個 到底是要用鹽 還是要用什麼樣特別的鹽 就是這一個 我看老師食材上面寫鹽花 對 我一定要用鹽花嗎 用鹽枝花也可以喔 我相信現在就是家裡面 其實很多的家庭 它都已經有分了 金鹽的部分都可能是拿來 就是洗水果 還是說其實洗蔬菜的部分 那麼鹽的話 就是大家現在都會挑什麼 玫瑰鹽 海鹽 然後或者是鹽枝花這些 我覺得都非常地搭 那為什麼要用鹽花 或是說鹽枝花這些 那是因為它的鹹味 沒有那麼的死鹹 那它還會帶一個就是甘味 對 就是它不會 它會就是讓你吃完以後 你的嘴巴的兩邊 就是它會一直冒口水出來 就是會有那種 生津的那種效果 對 所以我用海鹽 或者是鹽鹽代替也都可以 這個其實家裡還滿常會用的 但是不要選太粗的 因為太粗的話 就是你在餅乾裡面的話 你會吃得到太粗的顆粒 而且在烤的時候 那個有鹽的部分 因為它沒有辦法溶解 那個地方會變白 會比較不漂亮是不是 是 這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的一個地方 好 那大概介紹完材料之後 其實我們今天也沒有 太特別的器具對不對 只是你要準備一個 像這樣的烤焙布 烤焙布 或者是烤盤子 對 就可以了 然後接著我們就要開始動手做了 是 沒錯 第一個步驟要做什麼 預熱烤箱 對 預熱烤箱 今天要預熱在幾度 180度 180度 上下火都是嗎 是 好 上下火預熱在180度 OK 那接著我們就把奶油 那這次 就是這個的餅乾做法比較特別 就是先要把奶油跟花生醬 把它溶解 對 不是加砂糖 就是要先用奶油跟花生 把就是花生醬跟奶油 融在一起 對 湯會變得比較融合 然後我們才加砂糖 對 這是 這次比較特別的地方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這時候我們就需要電動檸檬器 就直接是那個花生醬跟奶油 記得要先放軟化 對 放軟化 然後我們一起打 這樣子就是混合在一起 感覺來抹麵包也超適合 對啊 直接就變一個奶油花生醬 對 它就是國外的奶油 對 而且其實打的時候 那個味道就有出來 很香 對 那個花生的味道 其實我覺得花生其實是 鹹甜都還滿適合的一個 一個果仁嘛 對 那樣講 可是它很奇妙 它吃鹹的也很好吃 然後吃甜的 你也覺得很搭 對 那打到什麼程度呢 其實就是把兩個打均勻 奶油跟花生醬 就是充分地打均勻之後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加砂糖 砂糖 對 好 一次下就可以了 好 下 因為我覺得譬如說像核桃 吃鹹的就很怪 它就一定要吃甜的 對 然後像那種什麼 夏威夷果 其實吃鹹的也覺得有點不是這麼搭 對 就好像它有某種特定的滋味 但花生就是沒有特別的界線 對 炸湯圓也是鹹甜鹹甜的 對啊 好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把這個砂糖加上去之後 這樣子 可是我們花生醬下去以後 其實看不太出來 它那個奶油有沒有什麼顏色變白 或者是肥肌變發 所以我們要怎麼判別說 我打的程度夠不夠 就是打到就是 你在打的時候它會出現紋路 那這時候就可以了 我打給大家看 會有打蛋器的那個痕跡 出現的時候就可以了 因為餅乾也不用像蛋糕一樣 打得這麼發 所以就是 它這樣子出現紋路就代表OK了 就OK了 對 那我們就把另外一個砂糖 給加進來是二砂 二砂 我這次特別是選稍微細粒一點的二砂 我覺得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黑糖也OK 對 但是不要兩種糖 就是不要省略掉白糖的部分 不然你的餅乾會變太黑了 對 所以還是要白糖 那我可以全部都白糖嗎 那就會少了一個就是 少了一個香氣 對 因為二砂還是它有一個 獨特的香氣 下去之後它的那個 就是麵糊的顏色更漂亮了 有呈現一個焦糖咖啡色的感覺 沒錯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就是 鹽花 鹽花 就是加進來 而且今天鹽的那個用量 還滿多的 這次就是 我們要強調它明顯的鹹味 對不對 對 全蛋 好 一次加嗎 對 所以其實這個餅乾做起來 還滿簡單的 很簡單 那你可以把餅乾麵糊 就是放在冷藏 把它覆蓋好 就是用保鮮膜覆蓋好 其實你要吃的時候 你就挖成一球一球的時候 就可以用了 它有點像是 美式餅乾的那個做法 對 是 好 接著 然後我們就要把我們的粉類過篩 那一樣鍋邊先整理一下 也有 麵粉 跟小蘇打粉 蘇打粉 來 然後 一起做下去 其實加到粉類之後 你會發現我們的材料快要加完了 對 所以這個做起來其實非常的快 鹽味的有出力的花生粒了 然後那個花生粒 我要先把它烤過嗎 還是要先怎麼樣 先打碎 對 因為買的時候它應該是 就是我買的時候 其實是整顆的就是花生粒 就是熟的 對 然後稍微就是把它打碎 不然的話就是 你吃起來的話 那個花生粒太大顆了 在餅乾裡面就會變得太突兀了 所以打碎一點 就是跟餅乾的口感會比較接近一點 好 那這時候就是可以用就是刮刀 讓我們把它就是拌均勻就可以了 剛剛看起來很濕潤 然後粉下去之後 它其實會再變得比較 就是固體狀一點 對 好 然後我們慢慢的把麵粉 都吃進去裡頭 而且我們今天成型 也不用特別的模具對不對 不用 那我覺得很適合就是 媽媽跟著小朋友就是一起來做 小朋友就是像剛剛瑋瑜講的 媽很喜歡吃花生粒 這跟小朋友做我覺得不妥 因為你還沒有 材料還沒加進去花生粒 這樣已經被小朋友吃完了 有可能 這有點危險 多就是準備一碗就在旁邊這樣子 好 所以這時候就是其實花生的味道 就是相當相當的香 對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加入就是 你自己覺得適量的 那的鹽味花生粒 對 也不要太多 不然的話就是你餅乾吃起來的話 就是都在吃花生粒 對 所以我們參考分量是 今天的那個分量的大約一半嗎 還是老師那個不全 三分之一就可以了 那如果喜歡吃多一點的話 可以加多一點 不要加到就是 譬如說一半那麼的多 就是麵糊的一半就是變得太多了 對 因為你這樣子的話 就是等一下的話 餅乾會不好成形 對 還是要考慮到餅乾的問題 好 這時候其實就好了 那我們就可以跟鮪魚 就是請鮪魚一起動手來做 要放入烤箱裡 那我們就兩手就是沾麵糰 兩手沾麵糰 直接用手嗎 對 然後我們就可以就是這樣子 好方便 用手搓就可以讓它成團了 差不多就是像這樣子的一個大小 對 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所以老師我們沾的這個麵粉 是什麼麵粉 高筋麵粉 高筋麵粉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稍微就是在 放在烤盤上 烤盤裡面 然後稍微就是壓一下 要壓一下 對 要壓扁嗎 不用 就像讓它這樣膨膨的就好 對 好 那我們這個餅乾跟餅乾之間 它會再膨脹對不對 所以我們間隔距離 大概要再多什麼 它其實膨脹的就是不會到很多 所以間隔距離大概可以 就是像這樣子 我的手指頭 就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一截 對 大概一截的這一個 寬度其實就OK了 其實就是在捏的時候 它也不會很黏 其實這個是還滿好操作的 我們把它 但它烤起來是會那種厚厚 膨膨的那種 是 就如果你喜歡吃稍微 譬如說脆一點或是扁一點的話 你可以就是不用那麼的厚 但是我比較喜歡的話就是 像在美國的話 就是他們是喜歡吃厚厚的餅乾 然後裡面還有一點軟軟的 那我覺得那樣的口感 其實還滿不錯的 好 然後待會呢 我們要把它放進烤箱裡頭烤 上下火是180度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要烤多久的時間 以這樣子的尺寸的話 大概是烤15到20分鐘 15到20分鐘 是 好 然後記得烤箱要先預熱 對 好 這邊再一個 我們就可以進烤箱了 沒錯 那盡量就是每一個都戳的 就是大概都是同一個大小 不然烤焙的時間會有點不太一樣 好 所以大概就是排成這樣子 完成 好簡單喔 好 我們趕快把它送進烤箱 20分鐘 是 我們這邊呢 有老師事先幫我們做好 然後帶來的成品的餅乾對不對 沒錯 這對很多人來說可能會說 這一間不是餅乾 怎麼那麼厚 但是這是美式餅乾的一種特色 對 其實美國人呢 就是我當時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那我們很喜歡吃就是稍微 就是這樣子這麼厚的餅乾 大概有1.5公分的厚 那外表的它會酥酥的 那其實裡面是軟的 那我覺得就是 這俗稱就是軟餅乾 那大家在美國的時候 早上的時候就是你去麵包店 然後後來就是如果去點心店的話 都會看到很多各種不同的軟餅乾 就是下午的時候就是一包一包 然後它其實還這麼大 就比我們做的還要大對不對 就跟你的盤子大概是一樣的大小 那一片就可以當一餐了吧 但是就是冬天的時候 你吃起來的時候 就會覺得很溫暖 因為它就是都是比如說花生口味 或是有燕麥 巧克力口味的這樣 那中間都是大概是這麼厚 比較不是吃脆的 對 所以你如果烤起來的時候 你覺得怎麼中間軟軟的 是不是我沒烤熟 其實不是對不對 其實要再判別就是說 這種這麼厚的餅乾 怎麼樣子是熟的 就是這樣子 其實底部有上色 底部 其實餅乾最重要的就是看 看它有沒有熟都是看底部 底部有上色 其實這個餅乾就熟了 拿出來的時候餅乾是軟的 就是大概 但是你就是大概拿出來以後 你放兩分鐘到三分鐘 它馬上就會變得像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脆度好不好 我這邊把它剝開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其實還是有一個脆度的感覺 有 還是會啪一下的那個 就是這樣子的熟度 是代表它熟了對不對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烤箱裡面 其實現在就是烤了差不多 15分鐘左右的這個就是樣子 然後它表面開始有點像 而且它會膨 對 對 你看記不記得我們剛剛把它 就捏成像湯圓一樣圓圓的 但它自己會往旁邊這樣子擴散開來 但它不會散很大 是因為小蘇打粉的功能 小蘇打粉跟泡打粉 其實常常很多人都會問我說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那麼泡打粉的話就是 它是長往上跟往下 它是讓長大的 但小蘇打粉的話是 它是左右的 不是說左右擴長 而是說比如說餅乾在定型的時候 比較多是加小蘇打粉 它會定在那個地方 不會讓它繼續一直擴… 就變成大家都是團在一起的 就是都一攤 所以小蘇打粉跟泡打粉 不同的地方就是在這邊 所以我要讓它長高的話 其實是要利用泡打粉 它的那個就是長高的力量 對 小蘇打粉的話 就是比較常利用在餅乾 比較小用來蛋糕 對 而且我們今天其實只是幫大家 贏個頭 是 然後你就可以看一下 我冰箱裡面的醬料會有什麼 然後這一個其實是比較東方味的 對不對 對 就是東方人其實你除了花生醬 會拿來抹這個麵包 然後你還會有吃到另外一個醬料 是芝麻醬 是 芝麻醬的話 其實我覺得也很大 那芝麻醬也有芝麻粉 我覺得都可以用在這邊 對 然後其實都很適合 對 大家就可以去做一個搭配 我就把那個配方等比的換成芝麻 對 感覺也是 而且還滿適合就是老人家吃 長輩這樣子 因為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有時候有些人是對花生過敏 那麼有些人就可以選擇用芝麻 那鹽的部分就是一樣 它還是會增添就是 就是芝麻的一個碳培的香氣出來 而且用芝麻感覺比較養生一點 但不要選擇用就是白芝麻醬 對 就是黑芝麻或是黑白的混的 是不要只有白芝麻的部分 因為白芝麻的部分 沒有黑芝麻的那個碳培的香氣 你會覺得好像整個東西都是白白的 沒有那麼好吃 所以要運用一下黑白芝麻來搭配 對不對 好 待會兒我們要來試試看看 我們的鹽味花生醬餅乾 吃起來的滋味到底是如何 不過今天用到哪一些材料 還有哪一些步驟提醒呢 我們先帶大家一起來恢復一下 鹽味花生醬餅乾用到的材料有 無鹽奶油二分之一杯 花生醬二分之一杯 砂糖四分之一杯 二砂糖二分之一杯 雞蛋一顆 鹽花二分之一小匙 小蘇打粉二分之一小匙 鹽味花生粒三分之一杯 低筋麵粉一杯 做法的部分 將奶油加入花生醬打均勻 之後加入兩種糖類與鹽巴 打至範圍白 接著分次加入全蛋 攪拌均勻 再加入過篩的粉類 一直攪拌到看不見粉類即可 將鹽味的花生細粒 加入之後塑形成團 放入烤箱當中 以上火175 下火180的溫度 烤約10到15分鐘即完成 在剛剛複習的同時 我們的餅乾也已經好了 沒錯 現場的香氣超香的 整個都是花生的香氣 出爐讓大家看一下 這種美式餅乾 到底怎麼判別它的熟度好了 就是大家如果這樣子 整個翻過來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 其實它的底部已經有上色了 跟這邊明顯的就是不一樣 可是老師你的這個借我一下 好 它還非常地軟對不對 對 你看這樣就覺得 它是不是沒有熟 可是其實它放涼了 還會再變硬 三分鐘之後 它就會變得像這樣子 對 因為你如果再烤到 顏色上面都已經上色了的話 你就會變得太乾了 餅乾會變得非常地乾 對 然後所以的話就是 就是底部已經這樣子 是上色了 其實跟這個就是一模一樣的顏色 對 顏色真的一模一樣 所以你不要擔心說 我表面怎麼壓下去 都不會硬 不會硬 不是 是餅乾沒有熟 不是喔 其實這邊要教給大家對不對 是 好 然後接著我們就真正要 就開始試吃了 我這樣把它掰開裡面的 那個花生力好多喔 好 來吃吃看 這比吃花生醬還好吃 對 好吃喔 因為它不會像吃花生醬來的 那麼純然甜膩 因為它有鹽味 對 所以你會覺得它 鹹鹹甜甜的滋味 然後咬到花生的時候 它又有一個不一樣的香氣 會炒過的花生會散發出來的感覺 然後但是餅乾裡頭 其實它有那個潤滑的 棉滑的花生醬的感覺 是 這個餅乾很好吃 而且其實運用家裡的 可以找得到的食材 就可以做得出來 比較特別的就是 我們今天把鹽的比例都增加了 對 那如果鹽的比例 就是這樣子就是剛好了 不要加過頭了 因為加過頭的話 就是這個餅乾的話會不能成形 對 所以這樣的鹽味餅乾 自己在家裡頭也要試試看 今天謝謝老師 謝謝瑋瑜 也謝謝觀眾朋友 我們下禮拜見了 拜拜 devam 們